黃澄澄的荊棘蜜餡光線照耀下 果肉飽滿透明 象徵大吉大利 過年吃最硬勁 但要晶瑩剔透 做工可不容易 一顆顆新鮮荊棘 像是做溜滑梯 第一關先用針尺出孔洞 接下來要和糖 一起來敞溫水澡 用溫暖的60度 慢慢的替荊棘裹上糖衣 糖至一個月 讓糖度6成5 水分上35% 像這個其實就像我們在煮東坡肉一樣 你要用微的方式 台語叫做孔 但這咖啡色的荊棘 要變透明透明 還有這一關 原來荊棘還得在這50度的乾燥室 待上3到4天 讓水分降到18%以下 我們要把表層的水分 再蒸發掉一次 不要加防腐劑 就必須要用糖來做天然的防腐劑 看起來還不錯 味道對不對 先給媽媽嚐一口 老闆林鼎剛做蜜餞 是第二代 從小就肩負重任 從小到大大家都會講說 你家有一個很好的事業 以後年輕人就靠你了 每次都拍我肩膀 年輕人的靠你了 我每次都會跟他講說 對 我沒有靠我不會靠誰 只是年輕人總有心點字 卻因此和父親起爭執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場景 它本來不是這樣 它本來看起來就是真的很工廠 那我不喜歡只有很工廠 然後只有生產 只有錢 我進行了這樣的變革的過程 其實也跟父子輩他們有很多的紛爭 那但是過了幾年之後 他們看到了成績 他穩基本工配上創意年營收 衝破億元 這一粒一粒的透明荊棘 是傳統密件 卻也有了新外衣 東森財經新聞 劉沛琪和坤源 宜蘭採訪報導